好,總算準備差不多了 搞了好久 因為我一邊要把這個 筆電往上放,所以我去買一張 一張這個 這個桌子 然後這個桌子,然後把它擺在我現有桌子的上面,我才能夠把它架高 那架高之後呢 讓我的攝影機,錄影機 錄影機也放在這個三腳架上面,然後架的跟我的身高差不多高 那其實我現在是站著的 我現在是站著錄影的,我沒有做著 好,然後呢,我們今天來講的就是 怎麼樣讓 怎麼樣把昨天講的那些 之前講的那些技巧全部都把它用上來,然後我現在要做 一些細部的分解,把每一個 動作做那個 技巧上的說明 首先呢,我們就先把Camtasia打開 然後我把之前那段影片叫出來 好,就在這邊 先把它拉到最開始的地方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在製作的時候用了哪些小技巧 好,我一開始這個就是 一開始的library裡面的片頭動畫 那這個在前面章節已經講過了,我們可以到前面章節去看 那接下來我們先看一下下一個 下一個技巧 好,先把016的影片打開,這邊用file 然後 open project 我把016的 應該是015的 綠幕屋的布置過程 的project打開 好,然後呢 這個project就是 我之前做這段影片的所有步驟 那我們現在是要來錄製 錄製怎麼樣把這每個小技巧做實際的拆解 好 那我要在編輯這段影片之前呢,我必須先把他另存一個新檔 因為等一下我會把不要的先去掉,然後要的先留下來 所以我必須先把他另存新檔,以免毀掉他之前的檔案 我在file的地方,我可以save project as 我就把他另存新檔 然後呢,我把他存到 018好了,影片技巧分析2 018 2 轉檔 OK 好 確認一下你的檔名是 Comtasia Studio 018 影片 技巧分析2 好 好,那現在我要先來講的是,我們先拉到最前面看一下 最前面這個片頭動畫是library裡面的,我們看一下 在library裡面有很多片頭動畫 你點兩下就可以看到library變成片頭動畫 那我插入的那個片頭動畫呢 我找一下 就這一個 這個就是我第一個插入的片頭動畫 好 這個片頭動畫呢,我們在之前的章節有講過,大家可以回去複習一下 在 看一下第幾個章節 就在001的地方,如何製作片頭動畫與文字 在001的地方有介紹,如何製作片頭動畫與文字的地方 這邊就有講到,怎麼樣插入這個片頭動畫 好 那這個大家再回去複習一下 然後呢,我們現在直接來講,第二個技巧是什麼呢 好,在這邊 第二個技巧是什麼 第二個技巧就是我把它插入兩個影片 第一個影片是這個影片 Track2這個影片 這個 不是影片,我把它插入兩個圖片 第一個圖片是這一個 這個圖片 那這個圖片在哪裡呢 這個圖片 好,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片在這邊 好,就這個圖片 那這個圖片呢 他為什麼會從左邊飛進來 他為什麼會從左邊飛進來 從 應該說從右邊飛到左邊去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圖片呢 另外這個長得很像底片這個東西 他是從 左邊飛到右邊去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在這一個 Film 這一個 這個圖片這邊 這個圖片我叫 我把它命名為Film 我在Clickbin裡面這個Film01 這個圖片檔案 我把這個圖片檔案呢 拉下來 我現在實際做一次,我把它拉下來 然後拉下來之後呢 一個圖片如果剛拉到這個地方去,他是不會動的 那因為這個圖片呢 他被上面的圖片給 上面這個圖層給壓住了 所以我剛拉下來這個圖片你其實也看不到 但是譬如說我如果把它拉到 我把它拉到最上面的話 我把它拉到最上面的話 你就會看到了 你看 好,有沒有 看一下 好,所以這個圖片 我如果把它拉到最上面你就看到了 好,我先把它取消 我先把它Clear Delete掉 然後在這邊 好,這原來的 為什麼他會從 透明的 慢慢浮出來呢 因為 我加了一個東西 我先把Skype關掉 還有我的Line也關掉 避免等一下要跳出來 好,然後 在剛剛這個 Film的地方啊,首先我們要加入這個東西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轉場動畫 叫轉場動畫 他慢慢浮現出來這個動畫 我們把它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他就會出現你加入的這個特效 然後他就跑到這個Transitions 這Transitions就是 他的專場動畫 那我那時候加入的是這一個 我加入哪一個 Glow嗎 這個是Fade In 好,有沒有 你把滑鼠優表移到這個 FA這個特效 轉場動畫 他上面有寫Name FADE FADE 在上面這邊 你把這個FADE點兩下 看一下他的特效效果 右邊這邊視窗會呈現 我點兩下就會呈現他的視窗效果 點兩下就會呈現 那 我當初就是把他這樣拉下來 然後放到這個地方 然後放開 這個FADE就跑出來了 他就會慢慢出現了 慢慢出現就是要FADE IN 那如果你擺在 前面的話呢 他就是FADE IN就是慢慢出現 那如果你把他擺到後面的話呢 他就是FADE OUT就是 慢慢淡出 慢慢消失 那 除了這個轉場動畫之外呢 他又從右邊飛到左邊 所以從右邊飛到左邊這是怎麼做的呢 好就是我們之前看到 之前的章節有講到 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右邊飛到左邊這個 這個叫Keyframe 在MORE這個地方有個Visual Properties Visual Properties 你點兩下 假設我們現在是在別的 別的 別的功能裡面 那你點這個特效你把它點兩下 他就跑出來了 Visual Properties 這個關鍵畫格就是當初我們這邊有按 Add Animation 加這個關鍵畫格 然後你看一下我這個關鍵畫格的地方 是在這邊 那我把它往左邊拉 其實一剛開始的時候 這張圖片 一剛開始出現位置是在這裡 然後這個關鍵畫格呢 他的位置是在左邊 所以他就會從 右邊 慢慢飛到 左邊 然後 接下來呢 接下來他會怎麼樣 接下來我會加一個Glow Glow你再按兩下 Glow就是這個 Glow這個 他又是一個轉場動畫 在影片和影片之間或者是影片和照片之間 都可以套用一個轉場動畫 等於說他會讓他 有一個轉場的效果換到下一個畫格去 好然後我在下一個畫格是什麼 下一個畫格其實他就是一張圖片 一個錄音室的圖片 這個 錄音室的圖片 然後我在我的這 這個飛過來的這個影片 從右邊飛到左邊的影片呢 的這個照片呢 然後切換到這張圖片的時候 這個 錄音間錄音室的圖片的時候 我中間用了一個Glow的 Glow的這個效果 所以他會變亮 然後再 變回去原來的亮度 然後出現一張 錄音間的圖片 好然後你會看到 我 除了 除了這張圖片之外啊 我還有一個圖片就是這張 這張底片啊 這張底片 那張底片是從左邊 跑到右邊去 我再按一下 我這張底片從左邊跑到右邊去 其實我放的就是這張底片的照片 的圖片啊 他從左邊飛到右邊去 那你再按一下這個箭頭他跑出來有沒有 其實我又加了一個關鍵畫格 我又加一個關鍵畫格在這邊 看不到的話我們把它拉大一點 放大一點 就是這個關鍵畫格 然後我又加了一個Fed 就是Fed Out 就是慢慢淡出的意思 慢慢淡出 有沒有 這樣 所以 其實 這個黑色你是看不清楚 好所以這就是這兩張圖片的 來源還有他這個圖片的特效 其實今天 其實今天整個錄製過程是有點困難的 有點困難度的 因為從這個桌子和這個電腦擺設角度位置 還有這個攝影機擺設角度位置 因為我希望攝影機能夠拍到這個Mac電腦的 的這個 蓋子 還有他的電腦 然後還要拍到 我的人 然後還有注意到光線 還有 後面的牆壁夠不夠白 然後還必須調整錄影機的 光圈把光線調大 讓那個背景能夠再白一點 那這樣我們再搭配其他 插入的元件或圖片的時候會比較好看 那 整個過程的剪接呢又必須有 影片 錄影機的影片 還有 錄製螢幕的桌面 而且讓他 交互 交叉 所以我必須要把 錄影機的影音軌道和 錄製電腦螢幕的影音軌道把它分割開來 那什麼時候 哪一個軌道要放在上面 要必須要做時間的調配 所以必須在一邊剪輯的時候一邊看他的狀況 所以在剪輯的過程中呢會比平常單純錄電腦螢幕的時候要 比較複雜 許多 也會花加倍的時間 所以這次我覺得 在錄製 人像 還有 電腦的 電腦畫面的時候比較困難的地方 當然 筆記型電腦它本身也有一個CCD就是電腦本身的螢幕去錄製人像 那 Cintestia軟體裡面也有這個功能 可是他錄起來會變成 因為我一邊看電腦螢幕然後 電腦的CCD直接拍我的臉 那他 他沒辦法得到我要的效果就是各位現在看到這種效果 因為他沒有辦法45度角這樣拍我 而且他拍出來的 顏色也不夠好看 解析度也不夠高 所以我才會這邊放錄影機 然後這邊直接截取電腦螢幕 這樣拍起來效果會比較好 這是我參考國外的 影片錄製然後把它模仿 學習的 那希望透過這樣的教學大家也可以 跟我一樣 那花點時間把整個環境佈置好 然後其實我這是在自己的房間 然後 我的錄影機離我大概只有 兩公尺的距離而已 只有兩公尺的距離而已 所以這樣子其實就可以把 把這個效果做出來 那希望大家可以 供大家參考然後大家可以實作一次看看效果如何 謝謝大家 很明顯 我們在這裡 ие天空的內容 下次再見 我們就在這裡 準備好了 聊天空的內容